大妈轻轻一掰 二十万没了 2022年 家住天津的丁先生 与大学时就相恋的女友结婚 为了给女友一个完美的婚礼 他不惜花费重金 租了一辆价值五百多万的 劳斯莱斯当婚车 结婚当天 当街情车队赶到新娘家村口时 突然就冒出来一群大爷大妈 堵住去路 说是要洗汤和洗钱 他赶紧下车 把时间准备好的烟糖 还有小红包 散发给了这群大爷大妈 正当他准备继续出发的时候 突然有一位头戴草帽的大妈 趴在车头说 刚刚的红包太少了 如果想要过去 最少给二百 丁先生觉得 虽然二百块钱不多 但是如果给了大妈的话 那其他人肯定也会跟着要 他立刻就表示了拒绝 可没想到 这位大妈是个狠人 二话不说 就对着劳斯莱斯的小金人下手 只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 劳斯莱斯的小金人就被掰断了 新郎丁先生当场就忙了 现场的群众也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丁先生赶紧拦住大妈 要求大妈赔偿二十万 说这辆车是自己从租车公司租来的 市场价值五百多万 不料大妈却丝毫不虚 表示刚刚她已经用牙咬过这个车标 并不是纯金的 只是一个装饰品 根本就不值钱 不要以为她年纪大了就好骗 而且自己有心脏病 如果新郎吓唬她 导致她心脏病复发的话 那新郎这个婚就别想结 新郎无奈之下只能报了警 民警赶到之后 大妈反倒开始反咬一口 说新郎这就是在敲诈勒索 还吵着让大家评理 称这个新郎这么扣 还讨什么老婆 不如回家打一辈子光棍 民警检查完车损之后告诉大妈 她摊上大事了 这个车标的确价值不菲 这下大妈慌了 推着三轮车就想逃跑 当被众人拦下之后 她又开始耍起了无赖 称自己年纪这么大了 要钱没有 要命就直接拿去 看到大妈这个态度 民警立刻跟村民要了她儿子的电话 好在对方表示愿意承担赔偿 最后戒面了亲戚朋友 总算凑够了20万赔偿 给了丁先生 其实丁先生这个车标 20万之能算是中等价位 最贵的小金人价值30万元 那为何劳斯莱斯的车标 小金人会这么贵呢 要知道 劳斯莱斯的这个小金人 又叫欢庆女神或飞翔女神 但其实最早他不叫欢庆女神 而是被命名为私语 最初的形状也不是如今这个样子的 而是一位妙龄的女子 将自己的食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仿佛是想让对方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那他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其实这个小金人的原型就是埃利诺桑顿 有人说他是个小三 但这个小三的爱情故事 却让人传承了上百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埃利诺桑顿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破旧的小屋里 他没有爸爸 只有一个靠擦皮鞋为生的妈妈 他从小就很漂亮 也很有才华 但是生活却对他很不公平 为了养活自己和生病的妈妈 他不得不去夜总会当舞女 他每天都要穿着暴露的衣服 在台上跳舞 忍受那些男人的色眯眯的眼神和粗鲁的动作 但他心里有着一股傲气 他不屑于那些只看重他外表和身体的男人 他渴望着真正的爱情 1902年夏天 一个不一样的男人出现了 他叫约翰蒙塔古 蒙塔古是个俊朗并很有内涵的男人 脸上的轮廓棱角分明 目光深邃 并且在当时是一位明早一世的风云人物 还是个英国保守党议员 他不仅是汽车迷 还是个绘画迷 并在汽车画报担任主编 蒙塔古第一次见到埃利诺 就被他那特殊气质所吸引 觉得他像一幅美丽而神秘的优画 让人无法忘记 他拿起纸笔 随手画下了桑顿跳舞的样子 从那以后 他每天都来夜总会看桑顿表演 并给他送上自己画的肖像 每张肖像都展现了桑顿不同的美丽 有时妩媚 有时忧郁 有时纯真 桑顿收到了这些画像 感到很惊讶和好奇 因为这些画都画到他的内心去了 他想知道送话来的人是谁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为什么如此懂他 到了第七天晚上 在后台换衣服时 他终于见到了那个神秘人 他是一个英俊而优雅的男人 有着锐利的轮廓和深邃的眼神 他向桑顿介绍自己是汽车画报的主编 并称赞她是最美丽和最有才华的女人 桑顿被他真诚而热情的话语打动了 也对他产生了好感 就这样 他们俩一见钟情 并迅速坠入了爱河 蒙塔古为了能经常见到桑顿 把他从叶总会买断了合同 并让他做自己的秘书 他还带着他去见他的朋友们 并公开宣布他们是恋人 他不在乎别人对他们身份悬殊的议论和嘲笑 他只在乎桑顿是否幸福 但他没有告诉桑顿自己是贵族一员 他把这些事实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感情 并给桑顿带来压力 但这段身份与地位悬殊的恋情 并没有像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 与王子一样拥有幸福的结局 不久后 蒙塔古的家人得知他和一个舞女同居后非常愤怒 他们觉得这是对家族的耻辱 他们决定要让蒙塔古回心转意 放弃桑顿 他们先是派人把蒙塔古骗回家 然后把他灌在城堡里 他们还找到了桑顿 告诉他蒙塔古的真实身份 并给他一笔钱 让他离开蒙塔古 不要再见他 桑顿听了这些话 感到天旋地转 他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 竟然有这么多的秘密 竟然欺骗了他这么久 他想问清楚蒙塔古 但他却一直没有回来 他等了一个月 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 他绝望了 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而且此时的他还发现自己怀孕了 只好搬到一个便宜的房子里 靠着那笔钱勉强生活 蒙塔古被关了三个月后 才被放出来 他急忙回到公寓 却发现桑顿已经走了 他以为桑顿已经跟别的男人跑了 心如刀割 从那以后 他变得冷漠和放荡 不再相信爱情 不久 他在家族的安排下 与一位贵族小姐塞西尔结婚了 但他并不爱她 只是为了顾全家族的利益 婚后 蒙塔古把她冷落在家里 自己则和朋友们四处游荡 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终结 而是以一段奇遇开始了新的篇章 1905年 蒙塔古继承的爵位 地位和身份更高了 1906年春天 他和朋友们去一家新开的酒吧 看舞蹈表演 当最后一个紫衣女郎出来时 他惊呆了 那个女郎竟然是桑顿 她还是那么美丽 但却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和自信 当他把最后一件衣服脱掉时 蒙塔古看到他胸口的红质 他确定这就是桑顿 蒙塔古冲到后台去找桑顿 但桑顿已经跑了 他追着他 跑到一个贫民窟的房子里 在那里 他看到了桑顿和一个小男孩 那个男孩长得很像他 有着同样的眼睛和鼻子 他还看到墙上贴着他为桑顿画的肖像 他一下子明白了 过去的误解顿时烟消云散 他们相拥而泣 原来桑顿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 他只能重新做巫女 蒙塔古看着他那双失去光彩的眼睛 心里像刀脚一样疼 他发誓一定要给他幸福 蒙塔古回家后 就向家人宣布 他要和妻子塞西尔离婚 并娶回桑顿 他的母亲气得昏厥过去 塞西尔虽然心里很伤心 但他还是想挽回丈夫的心 他说他可以接受桑顿 甚至愿意跟他一起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塞西尔的大度让蒙塔古有些动摇 他想起这些年来 他对塞西尔冷落冰霜 而他却一直忍辱负重 为了他和他的家族着想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 他不禁鼻子一酸 最后 蒙塔古还是决定跟桑顿在一起 但为了保护家族的名声 他只能把桑顿和孩子 安排在伦敦的一个小公寓里 他们的恋情只能暗地里进行 虽然能与心爱之人在一起 但这让他觉得非常郁闷和烦恼 他想连自己最爱的人 都不能大声说出来吗 蒙塔古寻求表达自己 对桑顿爱意的方法 于是他想到购买一辆劳斯莱斯 并要求好友查尔斯·赛克斯为他的爱车 制作一个明显的标志 车标要以他的亲人桑顿为原型 其制作费用由自己承担 而他的朋友赛克斯 也被他这段气美的爱情故事打动了 于是设计出一个女孩 群居飞扬 迎风站立 食指轻点在自己的唇上 优雅而神秘的作品 他被命名为思语 象征蒙塔古和桑顿不能言说的情感 蒙塔古将思语 安装在他新购买的劳斯莱斯轿车上 含蓄地宣示着他们的爱情 但没想到 这个小动作竟然引起了一阵风潮 很快 这独特的车标 竟被不明就里的上流社会的 劳斯莱斯车主们也没封上 这个现象 不久就让劳斯莱斯公司的老板 劳斯先生发现了 于是他找到了蒙塔古 在了解车标的经过后 他就想让他让查尔斯 给劳斯莱斯设计一个专属的车标 查尔斯这次没忘了问桑顿的意见 他建议把思语小姐的手臂 改成向后展开 像翅膀一样 其他地方就不用变了 象征着他们的秘密爱情 也可以公开自由飞翔 就这样 思语小姐变成了飞翔女神 成为了劳斯莱斯的标志 也成为了汽车史上的经典 1911年2月6日 杜银的飞翔女神 正是飞上了华贵的劳斯莱斯车头 成为了劳斯莱斯的专属车标 当时飞翔女神 启用典礼的隆重程度 不亚于第一辆劳斯莱斯轿车下限的盛况 就这样 蒙塔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表达了对情人桑顿的爱情 每当她用车载着自己女神桑顿 飞驰在风中时 那美丽的车标 在阳光里 总闪烁着无限的光芒 桑顿就觉得 空气中都洋溢着爱的气息 而此刻的她 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但是 她们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1915年12月 蒙塔姑被派往印度 负责考察机动化部队 为了不让她孤身一人 桑顿决定陪她一起去 12月13日 当蒙塔姑和桑顿乘坐的轮船 驶入地中海海域时 被德军的鱼泪击中 冰冷刺骨的海水中 蒙塔姑紧紧地抓住桑顿 可桑顿的身体 很快就被冻僵了 在即将完全失去知觉的那一刻 她拼尽全身力气 最后一次对她说 我爱你 最后 蒙塔姑眼睁睁 看着挚爱一生的女人 被无情的海浪吞噬 蒙塔姑在海上 飘了36个小时 最终活救 回到英格兰后 她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从失去桑顿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整日精神恍惚 抚摸着飞翔女神车标流泪 1915年开始 劳斯先生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抚慰朋友受创的心 从此 劳斯莱斯将以桑顿为原型 制造的飞翔女神车标 从银白色改为了聂合金制作 因为只有金灿灿的女神像 才能代表劳斯莱斯汽车 无与伦比的品质 也只有永不褪色的光彩 才能映射桑顿于蒙塔古长达13年的刻骨悲情 私情已归大海 但永恒的爱 却被每一辆 注立在劳斯莱斯车头的飞翔女神诉说 永远呢喃在风中